台湾四季如春 很难有机会体验到大自然四季分明的美景 尤其是高纬度国家特有的残叶落尽之雅交错 与洋书饮的萧瑟之美 花坛乡土地公西两旁提案 在二十多年前种植印度紫檀 历经岁月的淬炼茁壮成林 让人有身处北国的错觉 因为我们在出去其他地方 都会看到有很多花 然后这边感觉比较冷冷 很像在国外那种感觉 今天天气感觉也不错 拍起来的照片也蛮好看的 台湾是在烙袋亚烙袋 所以很难看到 就是说桥子 说桥子落了完全都没穿手机 让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很多人会来这里在游 在观赏的时候 让人的意境跟我们的灰都开得很漂亮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让人有另外一种意境的想法 初春的太阳将树影倒映在路上 就好像一幅染印的图画 经过其中让人忍不住停下来 观赏着天然的美景 不只可以沉淀心灵 也可以自然解忧 欢迎大家来花坛体验 公益频道许维珍花坛采访报道